我和柳如烟相互折磨了近十年 她带着一个又一个的爱人招摇过世 我攥着她的大半身家不放手 我们都握着彼此的死穴 而且谁也不肯先示弱 但今天我准备跟她离婚 因为我快死了 此刻我看着手中的诊断单 过了许久才拨通了柳如烟的电话 你在哪儿 关你什么事 我们是夫妻 却连过问彼此行踪的权利 都被看作监狱 你回来一趟 我敲着桌面说 我们离婚 是 对面冷笑一声挂断了电话 也是 这招我用过太多次 多数时候 都只是想见她一面的托词罢 她不信也对 我等了两天 她没回来 我看着那张 标注着我生命终结的诊断书 不想再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 拿起包走出去 要想找到柳如烟 还有一种方法 我屡试不爽 邦邦邦 我微微用力敲响了面前的门 一个腼腆的男孩出现在我眼前 季先生 他的眼睛里满是惊恐 像是我隔着门 就能将她碎尸万段一样 我发了个白眼跟她说 哎 叫柳如烟回家 就说我要跟她离婚 千万转达道 在她的这些爱人当中 我最看好你 等我们离婚 没准你就能做柳佳先生了 腼腆的男孩红了眼睛 季先生 我没想过的 我叹了口气打断她 你少有心我 玛丽转告她 如果她明天再不回家 我就撬开你这门 进去砸你的屋子 你以为装个破门铃 就能防住我吗 懒得跟她废话 我转身就走 不出意外的话 我今夜就能看见柳如烟 她最宝贝伊藤成 我上门挑衅 她怎么能忍了 夜幕刚刚降临 她就怒气冲冲地 冲到了我面前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别再去找伊藤成 我慢悠悠地 到了杯红酒 看着她说 怎么 我就去你能把我怎么样 她气得很了 又不能叫我怎么样 只能说着我不爱听的话 我不知道你这样 有什么意思 伊藤成已经够听话了 我们之间没感情了 你又不肯跟我离婚 还不让我养一个 和心意地在身边 你是不是巴不得 每个人都像你一样 孤单才好 砰的一声 我摔碎了手中的杯子 她说的对 我是孤单 所以这些年来 才紧紧抓着她不放手 明知道我们之间 早就没有感情 还是不肯离婚 对啊 我在地狱 你怎么能上天堂呢 我歪着头看她 嘴里也不甘示弱地反驳着 心里却觉得累 这几年来 但凡见面我们都是针锋相对 有什么意思呢 我重新倒了一杯酒 坐在她对面 将离婚协议书 放在她面前 签吧 就算我要下地狱 也不想在地狱再见到你了 生前就相看两眼了 死后也别讨我的钱 柳如烟板着脸 然后翻开离婚协议书 看了起来 我透过卑鄙看她 她还是生得好看 细眉大眼高 鼻薄唇 哦 怪不得薄情 上天怎么如此不公平 让有的人 十年如一日的美丽 你又想干什么 她瞪起眼睛里 提防着我 我冷笑一声 我只要这个房子 别的都给你 所有我们共同的资产 我全部放弃 你看不见吗 许是以往我要的太多 线下突然这样 她觉得不对劲吧 这个房子是我们的婚房 虽然年线久了 卖不得什么钱 但是我实在是不愿意 让其他男人 跟她一起住进来 我心眼坏 见不得她跟别人恩爱有加 而且 虽不值什么钱 但卖了换块风水好的木 也算是可以的 生前的家换死后的血 我两手空空的来 两手空空的去 也落个轻松 柳如烟谨慎的将写一书 翻看了一遍又一遍 最后才说 我会让我的律师重信你一份 房子归你 除此之外 会再给你一千万 我们彻底两清 我挑挑没 她倒是大方 用这一千万轻松 就买下我们十年感情 你的律师 我的律师你不相信 你的律师我就相信 看吧 我已经不会好好 跟柳如烟讲话了 哪怕是准备 放她自由的瞬间 我也忍不住辞她两句 心里泄了气 我放缓了声音说 算了 我同意 她拿着协议书 就往人外走 明天我的助理 就会来送协议书 你最好立刻就签 她等这一天 等了太久 我觉得她都要连夜 将她的律师们 叫起来开个会 看看我是不是 下了什么套给她 我怂怂间说行 随便 越快越好 她还是狐一地看着我 加大了条件 我希望你拿了钱以后 能不再生活在C市 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对吧 心里还是忍不住放苦水 我利落地将她 推出去关在门外 眼不见为惊 柳如烟的助理 不愧是领高工资的 她将手中的协议书 递给我时 还恭敬地叫我祭总 我跟柳如烟闹不合 全公司上下都知道 伊藤城更是大张旗鼓的 给她送爱心便当 柳如烟也有意思 为了恶心我 就真的将伊藤城 安排进公司 做我的助理 不过没多久 她就回家去了 柳如烟开始跟我离婚 我没再去过公司 很少有人会叫我祭总 面前的少女是唯一一个 我翻开协议书 在最后一页上签字 祭总 可以再看一看的 不用了 没什么好看的 我笑着将协议书递给她 转告你们刘总 一个月之后名正局见 她可别迟了 别耽误我最后的时间 是 少女礼貌地告辞 我们一前一后出了门 柳如烟不想让我留在C市 我自己也不想留在这里 落叶归根 我想回家乡 一路畅通无阻地到达了墓地 我站在了清城的土地上 想想 我已有近五年没回来过了 我先去了一趟墓地 爸妈 爷爷奶奶 我来看你们了 柳如烟说得对 我实在孤单 我靠在墓碑前面坐了下来 我年幼时爸妈就出了车祸 大学毕业之后 爷爷奶奶又相继离世 我将他们葬得很近 我觉得这样方便祭拜 我在这附近也给自己买了一款 一是我实在是有些想你 二是我觉得这块风水挺好的 哈哈 我没坐太久 初冬的天气已经开始冷了 有细碎的雪花飘下来 我觉得有些动脚 行了 我先回去了 很快咱们就见面了 到时候再好好说话吧 我非要跟你们好好说说 柳如烟这个贱人 这些年到底都干了什么 我絮絮叨叨地拍拍衣服 转身离开了目的 正是放学的时间 我路过青城中学 在那停了停 穿着校服的孩子们 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上学的时光里 放假是最值得开心的事情 哪怕只是周末这样小的假期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 还是抬脚往学校里去 哎 你干什么呢 校门口的大爷拦住我 我着急地说 老师找家长 大哥我实在有点着急 一会老师急了 可能是我眼角泛红 也可能是我眼计精湛 看门大爷还是让我进去了 我长舒一口气 慢悠悠地在学校里晃 有学生拎着扫帚在打扫 调皮的男生 攥起一个雪球塞到女生的怀 被姑娘拎起扫把追着跑圈 我笑着看他们 好像一晃眼 就能看见年少的我 和年少的柳如烟 我晃晃头走进了教学楼 寻着记忆找到了高三五班 还在一楼 教室里没人 我轻轻拉了拉门锁 咔哒一声 门开了 我一步一步地走进教室 像是能透过陈旧的气息 捕捉到了旧时的记忆 我数着数 坐在内饰我的位置上 将头埋在臂弯里 一 二 三 这是上学时候我的绝招 只要数到三 柳如烟就会出现在眼前 我抬起头 面容娇美的少女 就站在我的桌边伸出手 小初 我们回家吧 一天之中 最耀眼的夕阳洒落在她身上 像是给她镀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 一 二 三 我睁开眼 梦静在眼前破碎 我输了口气 驱散了心中那点不该有的幻想 起身走了出去 临走之前 我最后一次回了回头 晚是寂静中 抬起头的少女 笑着搭上少年的手 说好了 眨一下眼 就如泡沫般消散 都是回不去 我在青城待了一个月 青城的冬天来得更快 踏上C式的土地时 我甚至难得的觉得有点满 你怎么这么久才来 柳如烟的脸色不太好看 我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白了她一眼就往里走 怎么 你离婚还带着爱人 这边离了你那边结背 我看见伊藤诚站在她身后 畏手畏脚的样子就心烦 话语里都带字 你好好讲话 伊藤诚今天不舒服 我以后要带她去医院 我捂了捂手 心下更烦 哟 行啊 那你先带她去检查 我又不急 我等等呗 柳如烟上手来拉我 你快点 别找不痛快 我倔敬上来了 站在原地不动 你还强迫我 大庭广众的你不嫌丢人 伊藤诚又在她身后开始掉眼泪 小声说着 别吵架 别吵架 我胸口一阵恶心 柳如烟 你但凡不这么遭见我 我都立刻跟你领了这证 现在要么你打孕我进去跟你们 要么你就滚蛋 柳如烟气得脸 仗成了猪肝色 恶狠狠地瞪我一眼 拉着伊藤诚走了 我胸口郁郁之气不散 我仔细想了想 就近买了一根棒球棍 颠了颠杆去衬手 立刻打车去了 伊藤诚的住处 我叫来了的开锁师傅 又叫来了物业 这房子户主是谁 物业恭敬地说 柳如烟小姐 我微笑着展示 出了我的结婚证 这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 麻烦您替我开一下门 师傅利落地开了门 我打发走了 他们大步走了进去 柳如烟还挺喜欢跟他合影的 虽然不笑 但是有很多 我们毕业之后柳如烟总是很忙 所以已经很少合影了 先是背对背睡 后来分房睡 再到后来 我们分居 我才意识到我们已经感情破裂 因为柳如烟 开始带不同的男人回他的住处 我绕了一圈 轻飘飘地打碎了一个紫玉百贱 那是我奶奶生前喜欢的 我本来买来想送给她的 谁料是世事无常 她没能熬过那年冬 我说怎么找不到 原来是被柳如烟 找来讨好她的爱人了 我不再犹豫 将手中的棍棒抡得呼呼坐下 很快就将屋内的摆放用品 砸了个稀巴烂 许是用力过猛 啪哒啪哒 开始有液体滴落在地上 我仰起头将血液蹭掉 低下头就跟惊讶的一腾肠 和愤怒的柳如烟对上了目光 纪伯出 我做事要吐 别叫我的名字 我听着想吐 将棒球棍点在柳如烟胸口 我一字一句地说 明天 我们名正决见 这口气我算是出了 这婚姻我一天也不想维持了 纪伯出 我真的忍你很久 柳如烟额头上青筋抱起 然后狠狠将我抵在墙角 我的鼻子又开始出血 我仰起头将她倒逼回去 你怎么了 柳如烟手上尽到一松 我轻松站到一步之外 我上火 让你跟你的小爱人气的 我将棒球棍搭在肩上对着她说 柳如烟 我也忍你很久了 赶紧离婚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这辈子别见了 下辈子也别见了 太痛了 实在是太痛了 有了上一次的教训 柳如烟第二天是一个人来的 我们一句话都没说立刻签字 随着印章扣下 我们终于拿到了那本离婚证 柳如烟多一句话都不愿意跟我说 潇洒地转身一次也没回头 我看了她的背影很久 突然想到很久以前的冬夜 她将暖乎乎的热水袋塞进我手里说 小初 你先走 我看着你走 那么温暖的手 那么炙热的眼睛 让我数个冬夜 都并不寒冷 呼出一口哈气 我擦了擦眼泪 坐上了离开C式的车 柳如烟 我们应该 不会再见了 我住进了一家医院 开始不怎么用心地接受治疗 十八床 你怎么又偷偷拔针 正插着腰训我的是个实习小护士 年纪很轻 干起活来特别利索 训起人来也 毫不留情 我缩着肩膀乖乖被她教训 你是不是不想治疗 你说 我转了转眼珠 半真半假地说 我觉得这太凉了 真的 你能给我找个小的热水袋吗 小姑娘半信半疑地 判断着我的话 还是气鼓鼓地 拿来一个精巧的暖手宝 不准再偷偷拔针了 她弯下腰叮嘱我 不疼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 难得得有些鼻酸 很久没人问我疼不疼了 关心我的人 早就不在这世上了 不疼不疼 辛苦小周护士了 说不疼是假的 不过半月 手上已经被扎得没知觉了 我晚上疼得睡不着 只好晃着输液架四处溜达 护士站里面 只有小周护士一个人 正不住地擦着眼泪 我轻轻敲她的桌面 怎么了 去 她四处看看没人才问我 你怎么不睡觉 我直指输液架说 睡不着 我溜达溜达 她看看我的脸色 伸出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担忧地问 是不是疼啊 我本来想说不是 鬼使神差的 我点了点头 她对着我招招手 我推开了护士站的门 坐在她身边 吃了一大块甜蜜蜜的面包 跟她一起看了 五集狗血灭恋电视剧 用了一大包纸巾 直到天蒙蒙亮 她才催着我回病房 我叮嘱她 等着我一起看啊 我记着这个剧情了 你可不准偷看 小周笑着因我说好 快 快回去睡觉 在我跟小周 一起看了三次深夜 电视剧之后 某个深夜 我接到了柳如烟的电话 你在哪呢 我挑挑眉 关你什么事 做夫妻的时候 都没资格问的事 怎么离婚了反倒来问 她明显被我掖住 干脆利落地挂断了我的电话 我的好心情瞬间消失 然后恨恨地 把她也拉进了黑名单 小周在旁边 等我一起看电视 小声地问 是你家属吗 我摆摆手 我没有家属 我家里的人都死了 小周直指手机说 那她呢 我看了一眼 屏幕响了抢说 她 她就是个讨厌的人 很讨厌的人 不过一个电话 没给我的生活 造成什么波澜 我依旧白天睡觉 治疗 晚上四处溜达 赶上小周护士值班 就跟她一起看电视剧 可是凡人惊不会 只是出现一下 一周之后 我接到了一条陌生短信 你把我拉黑了 我撇撇嘴 将这个号码也拉黑了 柳如烟这个人 这些年赚了点钱 不知道被谁惯了 有种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气势 我好不容易睡着一次 被她连环电话打醒了 忘了 她以前也是千金大小姐 我语气很差 眼睛都睁不开 你怎么不在家 柳如烟的声音 透过话筒传过来 死了 我有点不耐烦 但还是耐着性子问 找我有什么事 钱打到你哪个卡上 随便哪个都行 这么点迫使 你干嘛打电话来问 别挂 我将话筒拿进了一点说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你怎么不在家 她又开始说车不入话 我却灵光一闪地问 你在我家呢 我奉劝你赶紧出来 这房子我可挂中介了 没准什么时候 就有人去看房 你赶紧滚出来 别挡我财路 你要卖 她声音拔高了几度 你要把这个房子卖了 我压下心里 那点不耐烦说 不卖留着下载 你少废话吧 赶紧滚出来 你在哪呢 她听上去有几分严肃地问 关你屁事啊 我失去耐心 立刻挂断 拉黑 删除一条龙 然后怎么也睡不着了 睁眼到天明 在心里怒骂柳如烟一千万别 但在生气 还是要被小周护士 带着乖乖去治疗 在故乡 难免碰到故人 小初 我闻声望过去 是我高中时最好的朋友 陈汉生 旧事相见 总是要去酗旧的 但命不长了 她夹菜的手艺动 正愣地看着我 我专注地将一块肉放进嘴里 才发现她大滴大滴地流着眼泪 哎 你怎么了 我赶紧抽出两张纸 给她擦眼泪 一时有点手忙脚乱 什么病 我摆摆手 治不了的病 末事 一时半会也不会死的 我看着窗外说 我想死在晴天里 冬天还是太冷了 你跟李雪还是那么过 提到李雪 她眼神黯淡了几分 小声说恩 我没劝她 不是人人都要想明白 人生在世 活着开心就行了 能拜托你个事吗 出了门我跺着脚问她 你说 别跟别人说你遇见我的事 要是有空 可以多来看看我 可能是冷风吹 她眼眶红了一拳 嗯 柳如烟不知道吗 嗯 我们离婚了 她不用知道 陈汉生不再说话 我们都沉默地望着前方 上学的时候 我跟柳如烟是感情极好的小情人 陈汉生就是追着李雪的根屁虫 北风呼啸 纵使有过好时光 也是过眼云烟转瞬不见 回到病房 因为不规范饮食 被小周护士抓住把柄大骂一顿 我乖乖听讯表示以后绝不再反 她不退反镜 拿了一个推刀要剪我的头发 我死死守住 我们争论两天 不过是出去吃了一顿饭 以后不去了不就得了吗 怎么还要剪头发呢 小周护士跟我讲道理 你要开始化疗了 化疗就会掉头发 我们剪掉更好一点哦 我思索着问 不化疗是不是就行了 小周护士大怒 我笑着安抚她 好了好了 我考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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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还要跟我再说什么 有个高挑的身影 走进来直直走向我 你找谁啊 她也不理她 就只是冷着脸盯着我 像是想从我脸上 看出什么阴谋诡计一样 找我的 小周护士快放过我的头发 出去上班吧 她皱着没打量的女人 又看了看我小声说 有事就叫我 我点点头才将她送了出去 转过头看向柳如烟 我问她 不用跟一腾城过元旦吗 情人节 圣诞 新年 一腾城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叫走柳如烟 有一段时间 我甚至厌恶各种节日 一致 原来就算习惯了锋利的刀子 撕开伤口的时候还是会痛 我叹了口气说 是 这就是我新的手段 你可不要上当受骗 赶快走吧 你跟我一起走 她做事就要来拉我 我猝不及防被她拉着走了几步 我 则 放开我 我加重了语气甩开了她的手 我们现在毫无瓜葛懂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她松开我的手往后退了两个 你休想用生病这种借口 在我这拿走更多的钱 你也知道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小口的患着气 只觉得心脏里的血液都开始不流动 阵阵麻痹 我甚至不想跟她说一句话 只能将她往外面撑 滚 赶紧滚 带着你那两个钱去找你的小爱人 从我眼前消失 最后一句话我几乎是嘶吼着出口 柳如烟咬着牙整整衣领 反手关上了门走了出去 小周护士有些担忧地打开门 你还好吗 我惨白着脸问 说不好的话能不输液吗 不能 那我还好 柳如烟从那次之后 就没出现在我眼前 我又过了一周安生日子 陈汉生倒是总来看我 虽然我们都说不了几句话 生怕有哪一句 就碰触到了彼此的痛楚 但总体还算融洽 我总是希望 他能给我偷运一些垃圾视频 但总是已被小周护士发现 从而没收来收尾 我无语宁业 农历新年一天比一天近 小周护士偷偷跟我说 天气越来越冷了 我笑 辣七辣八 冻死俩三 我哈着气数的时间 在外面放风也得准时回病房 不然又被小周护士讲 转身的时候用力过猛 撞在一个人身上 我一阵头晕眼花后退着道歉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揉着额头绕过他我就往前走 却被反手拉住了 记不出 柳如燕的脸又出现在我面前 要不是天气太冷懒地伸手 我真想扇他一耳光 干什么 我毫不畏缩地怒视着他 他看上去远没有尚似精致 面容很是憔悴 怎么 我们离婚才几天 你就经营不善破产了 小爱人把你甩了 我阴阳怪气地嘲讽他 很奇怪的是他没有反驳我 反而就站在原地直直地看着我 我打了个寒战 白了他一眼就往屋里走去 小初 我一个机灵弹出去三米远 干什么 柳如燕已经很久没这么叫过我了 这语气陌生地让人心慌 他的眼里闪过一丝尴尬 你生病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满脑子问号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结实沉默 我们起码有夫妻的情分 我冷哼一声看着他说 别别别 别说夫妻情分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跟你有情 咱们就按一开始说好的 我离开C市 你好好过你的日子 别来烦我 我甩头就走 柳如燕却没走 他只是跟着我 不知道是不是频繁见到柳如燕的原因 我夜里又睡不好 看看日历今天也是小周护士之般 索性晃着书叶架走出去 刚打开门 就被左侧长椅上蜷缩的身影吓了一跳 绕过去借着月光才看清 是柳如燕的脸 我不客气地把他踹醒 你在这干嘛 他迷离呼呼醒过来也没不高兴 只是打量着我问 你要去干什么 哪里不舒服吗 猴头一梗 我没好气地说 你消失在我眼前 我哪里都舒服 他用手摸了摸脸说 我不走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呢 找我干什么 他不讲话 我不想再站着跟他掰着 快走啊 不然我举报你占用公众资源 留下这么一句话 我兴冲冲地冲过去 跟小周护士看起了电视剧 等广告的途中 小周护士凑近了我开口 那人今天站在你门口很久 只是看着也不进去 我估摸着是我下午睡觉的时候 甩开他我就以为他走了 谁知道他还回来啊 别理他 过一阵子就走了 家中暖衣在怀 公司蒸蒸日上 我这只有冷人冷女 柳如烟那么为自己考虑的人 才不会待太久 他找我们调你的病例 我撇撇嘴没说话 我没给他 但是其他人可能会给 他说他是你妻子 我一下子就急了 这可是误会 这得澄清 我们是前任 前任夫妻 我都不知道他来找我 是关心我 还是寄予我分他的那点财产 小周护士立刻警惕起来 防备地看着我身后 你干什么 我一转头 差点被吓出心肌肿色 你干什么呀 一直跟着我 柳如烟阴沉着脸说 不是为了钱 我常态一声望向天花板 不是为了钱 还能为什么呢 我只能拉着他回病房 盘腿坐在床上跟他讲话 算你赢 行了吧 到底需要我做什么 给你多少钱 你需要多少钱 柳如烟沉默着 将我的手放进被子里 伸出手握住了书液管 对着我笑 睡一会吧 你别这样 我对着他摆手 这样吧 你直接把转让合同 写好我签字 然后你滚蛋 行吗 柳如烟咬着牙动我 纪博出 你这张嘴早晚把我气死 我冷哼一声 不好意思 那可能是要死在您前面了 天上下刀子 柳如烟流眼泪 我还没死呢 你这么快就猫哭耗子假慈悲上了 我伸出手在他眼前晃了晃 心更堵了 小初 我后悔了 你别吓我好不好 柳如烟通红着眼睛 伸出手来勾我的手指 这么多年 他还是知道怎么红我 我最心软 上学的时候 但凡他惹我生气 只要坐在我面前 逼着头勾我的手指 放缓了声音说 小初小初别生气嘛 小初最好了 我最喜欢小初了 别生气了好不好吗 滚蛋 我气得很了 猛地起身踹了他一脚 我最厌烦他装作18岁的样子 来讨我欢心了 每每在我原谅他之后 他就戴着那双18岁时的眼睛 做伤害我的事 我更厌烦自己 总是心软 柳如烟像是伤透心了似的站起来 我就在门外 你要是想我 就叫我好不好 多一秒钟 我都能流下眼泪 怎么不想他呢 但是在想 也见不到18岁的柳如烟了 28岁的柳如烟 我想也不敢想 小周护士要回家过年了 他贴心地叮嘱我 好好吃药 好好输液 不准拔针 不准乱跑 我乖乖跟着他被怂 小周护士很满意 我趴在台子上问他 能多开点止痛药吗 晚上好痛好痛呢 小周护士摇头 凑近了说 你要不就让那人进去 让他陪陪你 也是过年吗 我努努嘴说不 就是因为他在门口 想想就难受 心里痛 身上就更痛 年三十这一天 柳如烟不在我的病房外守着了 我也不在乎 自己溜达了一圈 就跑回房间看电视机去了 外面的鞭炮声劈啪作响 我站在窗户边上蹭了个喜气 邦邦 小初 新年快乐 柳如烟眨眨着眼看我 嘴角带着笑意手中捧着蛋糕 夜色里只有蛋糕上的竹 闪耀在他的眼里 小初 许个愿吧 他兴冲冲地将蛋糕往我面前推 我手扶着门没动 神色复杂地看着他 柳如烟 你真没意思 我呼地吹灭了那根蜡烛说 两年前的大年夜 我说一个人过年孤单想让你陪陪我 你回来了 然后晚上十一点的时候你说要走 说有什么大项目 合作伙伴的老总不过新年 你得去加班 什么加班 我都听到了 一腾成说他好害怕 他想让你陪陪他 我双手交叉在胸前 靠在门框上说 你走的那天夜里 我一个人过年 觉得那年冬天太冷了 新年也没什么意思 从那天开始 我就不再期待新年了 你忘了 我没忘 我早就不再期待新年了 我也不再有新年了 柳如烟的手在抖 像是想要找什么借口来掩盖 我懒得听 我知道 你去陪陪他应该的 我最后悔的 就是那时候没看明白 还想着你能回心转移 要是那时候幡然醒悟 没准现在就能许新年愿望了 我想活到一百岁 你能替我实现吗 我反手关上了门 不知道门有没有砸在他脸上 砸毁了容才好 陈汉生来看我 小心地指着门外问 在外面的是柳如烟吗 我义正言辞地纠正他 不是 那是凡人惊 陈汉生无奈地笑 真的要捡了 捡吧 小周护士太忙了 别占用他时间 你替我捡吧 我还是有点舍不得的 陈汉生沉默地动手 替我告别了我的一头秀法 我看着镜子想 真是个病人了 晚期病人 我开始不太能四处溜达了 因为身上痛 我拜托小周护士为我找了个护工 我说 要手脚麻利的 干活爽快的 我有钱呢 小周护士说话算话 第二天就给我找了个护工来 没等进门就被柳如烟拦想 我来照顾你 他动作很轻 语气却很是强硬 我痛得不想讲话 还是挤出个字来说 我听太多遍了 免疫了吗 我心里更懂 怎么忘了 柳如烟就是我天生的冤家 总是跟我对着干 等到稍微缓了缓 我就摔了所有的东西让他滚 他半蹲在我面前说 小初 我们回C室治疗好不好 我歪着脑袋问他 柳如烟 你到底明不明白什么叫晚期 我的治疗都是拖延生命 我不想治 而且 我也不想回C室 那里有那么多我厌恶的急 怎么会呢 肯定会有好转的呀 我甩开他的手说 有好转有什么用 我的家人都在地下 我正好去跟他们团聚 你为什么总是拦着我和家团员 小初 我们也是一家人吗 你不记得了吗 柳如烟 明年也拍个片子吧 我看是你该治治病 我们离婚了 给你打个横竹出来挂头上 你才能记着是不是 我深吸一口气问 你是不是对个生病的男孩 你就特别有好感了 一开始你喜欢的男孩 是不是就是你那助理 他病了去医院挂鼎笛 你就跟人家好上了 后来伊藤城也是三天两口跑医院 我恍然大悟 懂了 你就是喜欢病人 柳如烟苍白着脸摇头 你这个癖好挺奇怪的 真的 你趁早你看看去吧 对着他这张脸 我现在都开始恶心 我警告你 别再挨着我找护工 我就算明天就死 我的钱也不留给你 我取出来从窗口扬出去也不给你 柳如烟红着眼睛 拿出盆来放在我身下说 随便你 他拍着我的被流泪 我更恶心了 将晚上吃的东西吐了得干净 柳如烟没再拦着我的护工进门 只不过他有时候 会帮我请来的护工大姐干活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全当是满足他这奇怪的品好 只要不在我眼前慌 都好 元宵节这天 大姐请假 我欣然应远 毕竟大姐的小孙子乃生乃气 我喜欢得很 窗外还在放烟花 我靠着窗户看外面 小初 窗边凉 我转过头看柳如烟 她一直没走 一个多月一直待在这 睡在外面的长椅上 小周护士一开始还赶她 后来悄悄跟我说 她总在你睡着的时候 去给你暖液体 我不好意思赶她了 柳如烟 我们出去走走 元宵节是不一样的 年少的时候 新年里这一天 柳如烟会从家里偷偷跑出来 牵住我的手到学校后面的小吃鸡 拿她的压碎钱请我吃好吃的 柳如烟家族势大 她总是要从各种聚会中偷偷逃出来 穿着公主裙像个小公主一样 出现在我眼前 一年里面 我最期待这一天 我曾经问她 要是你家里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该怎么办呢 柳如烟笑得开怀 她轻轻抱着我说 小初 那我们就私奔 像现在一样 后来确实 柳家希望她家更门当户对的男孩 不想她嫁一个连亲人都没有的故事 她毅然拒绝 然后在某一个元宵节 带着我从这个城市离开 我永远记的那年 颠簸的火车上我趴在她怀里 我没有家人了 柳如烟 她紧紧抱着我说 小初 我们组成一个新的家 我做你的家人 那年她牵着我的那双温暖的手 激动到像要从喉咙蹦出来的心脏 我一直记得 誓言生生入耳 如今物是人非 我们为彼此做过的那样多 怎么也会走到今天这种地步呢 我想不明白 就不再去想 我想吃那个 我指着一根烤肠对柳如烟说 小初 她面露难色 我撇撇嘴上前去 准备自己买 好了 给你买就是了 你站在这里等我 那里烟大 你别去了 我心满意足地咬了一口 久违地找到了年轻时候的感觉 随后又指挥着柳如烟 给我买了糖葫芦 鱼丸 冰碗 自己拿不下 我就勉为其难的 用柳如烟给我做人工支架 这吃一口那咬一下 小初 她突然开口 闭嘴 我瞟她一眼说 你要是讨我的鞋 你就滚回去 小初 少吃一点吧 她声音有点哽咽 我抬眼望过去 只能看到她微红的眼眶 哭什么呀 你是不是守在这 就是为了看我什么时候死啊 我刚刚不痛快 自然也不能让她高兴 这些都对身体不好 你是不是想我早死啊 柳如烟垂下眼来 见我要走 还是伸手扯我的一脚 小初 想不想吃米线啊 后街的那一家 那是我们以前 每年必去的一家店 我最爱吃她家的东西 可能是食物的诱惑 也有可能 是身后冲过来 一行年轻的学生 更有可能 是柳如烟穿着裙子 低下头的样子 跟某一年某一刻 某一个瞬间重合 我点点头说好 米线店换了老板 以前的老板 是个胖胖的大哥 现在换了一对年轻夫妻 看着更亲切 可我还是想要原来的大哥 食物味道也不一样了 创新了许多 我没吃几口 柳如烟也没怎么动筷子 结账的时候 小夫妻叫住我们说 能问一下 是食物味道不好吗 我看你们都没怎么吃 我摆摆手 不是 就是 就是喜欢原来的 食物也是 人也是 变了就是变了 留不住的 我们并肩往回走 天上又开始放起烟花 我看着柳如烟的联想 被爱的人还是拥有特决 许个愿吧 再放烟花呢 我站住脚细细鼻子看着他 快点 柳如烟垫起脚来 贴近我的脸颊 他平视着我认真的说 如果上天能听见 我希望能回到过去 我扯了扯嘴角对他说 上天听到了 并对你说了一句 说出来的愿望不灵哦 老天爷听不见的 因为我早就许了一万遍 没有反方向的钟 也没有过去 今天氛围太好 我还是开了口 逼腾成的伤 不是我推的 柳如烟的嘴角向下落去 你让他来当我的助理 我又狠狠关上了门 希望门能将他拍死 很快我就不怎么能下床了 医生问我要不要手术 说这样有一定风险 但是成功的话 可以多活几个月 原话不是这样讲的 我自动翻译了一下 我说不要 柳如烟说要 我嘲笑他 你说了不算 你现在都没有资格 在我的病危通知单上签字 他又流眼泪 我不想看 我们早没关系了 他不能替我做决定 这世上早没人能替我做决定了 我一直没让柳如烟进门 他长期睡在门外的椅子上 小周护士都来劝我 要不让他进来住 我大惊失色 你可是我这边的人了 小周护士笑着说 是啊 可是你不是偷偷给他盖被子吗 谁先施城池 我还是不让他进来 我跟小周护士说 这是我唯一一点坚持了 生命走到最后 要说有什么希望 就是想要更对得起自己一点 我不能原谅他 那让我觉得亏对自己 柳如烟进不来 就开始送花给我 我最喜欢白玫瑰 他日日盯上一大树给我 我摆弄了半天 笑了一下跟陈汉生说 你来给我上坟的时候 也带着个花吧 我不太喜欢聚花 陈汉生半场才说好 柳如烟第二天就换了粉玫瑰 我想好吗 果然 陈汉生就是个小骗子 是敌军的奸细 但我也没说什么 粉玫瑰也对我心腻 我半夜的时候睡不太熟了 总能看见模糊的影子坐在床前 我寻思着 莫不是身子弱到这种地步 还是我失去的家人来接我了 直到那人握住我的手开口 小初 我错了 是柳如烟啊 柳如烟的泪水 跟他手的温度一般无二 那么冷漠的人却有着滚烫的体温 我闭上了眼 重新睡了过去 跟他说滚太累 不如我的睡眠重要 他日日来我床头 总在夜半十分说有的没的 小初 你不要我了 嗯 不要了 小初 你瘦了好多 嗯 病的 小初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已经让其他人都走了 以后我会暗示回家 每天都跟你说我爱你 就像以前一样 我鼻子一酸 睁开眼睛看他 柳如烟 你是不是知道我对你的纵容 所以才一直试探我呀 他沉默下来 小初 我错了 你错在哪里呢 不过就是觉得厌烦 所以要去找新的人而已 不过就是觉得 一直在身边的人突然不在了 有点不爽 然后发现他很快就要死了 所以愧疚 不是 我不是 柳如烟十八岁样子 跟二十八岁流眼泪的样子都一样 别着嘴角眼泪啪哒啪哒地落下来 柳如烟 你早就不爱我了 别说这种自欺欺人的话 我勉力直起身子说 就算我现在立刻好起来 跟你回家 很快你也会厌倦这种生活 你就是喜欢长新鲜的感觉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起 五年 十年 你又会忘了这一切 还是会有一个又一个 年轻的男孩找上门爱 我不会 他声音太小 我全当听不见 你又会重新带他们到我面前 问我要不要离婚 他们说害怕你就会走 他们说难过你就会抛下我安慰 他们说自己意外受伤了 你就会自动把我带入恶人的角色 然后对我大家指责 小初 我打断他 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 我从来就没想绑着你 就是害怕你看不清自己的心 你怎么 怎么能把愧疚当成爱呢 柳如烟捂住脸哭了起来 像是一只被抛弃的小狗 他抱住我的腰 眼泪禁湿了我的衣服 他一直在说 我爱你 小初 我是爱你的 小初 骗子 我见过柳如烟爱我的样子 他怎么还是试图骗我呢 我抬起头想 我不会再为柳如烟流一滴眼泪 一滴也不会 我清醒的时间不太多了 每次睁开眼睛 床头就会摆放着一束粉色玫瑰 我不再拒绝柳如烟出入我的病房 只是也不再看他 送你个礼物 什么 你不哭就告诉我 小姑娘别憋嘴 谁哭了 我可没有 我笑 这礼物 要等我死了才能讲了 柳如烟会帮我擦身体 我也不挣扎 只是盯着他看 你有点变丑了 他慌张地放下手上的动作问我 那你觉得我哪里不好看 我去休整一下 我摇头 别去了 再整也不能一夜回到十八 柳如烟勉强笑笑 轻轻帮我盖上被子 柳如烟 你不再喜欢我 是因为我也不再是十八岁吗 我实在好奇 但柳如烟没回答 他背对着我乌叶出声 后背抖得厉害 像是下一秒钟 就要晕过去一样扑了很久 晚上 他握着我的树叶 管摸我的脸颊说 小初一直很帅 最帅了 骗子 那为什么爱别人 我不再理他 发那个声睡着了 在帝恩刺求小周护士 多给一点止痛药之后 天气终于短暂地暖了一会 在一场大雪之后 陈汉生拎着水果进来看我 我问他 能不能带我出去走走 外面天气很好的样子 他四处去望 柳如烟呢 我说 去买花了 陈汉生笑了笑 还是给我盖上了厚衣服 推着我出了门 路过护士站的时候 我看见了小周护士 我笑着跟他摆手 他却低下头流了眼泪 我叫陈汉生 去给我拿另一件外套 自己在原地等他 电视剧还没看完呢 小周护士红着眼睛说 我笑 三百集 已经陪你看了二百九十八集了 那还有两集呢 他在跟我说 想要我回来 剩下两集 你自己看吧 一定要看完哦 我再跟他说 我要去新世界 那么善良的孩子 要好好的过剩下的生活 陈汉生推着我走下楼 我让他停在一块 温暖的阳光顶 初春的阳光暖 我懒洋洋地问 陈汉生 你告诉柳如烟 我在这里呢 陈汉生顿了一下 弯下腰来问我 要不要喝点水 我笑 没关系了 没关系 李雪要结婚了吧 他这次没沉默 你怎么想 他的视线移得很远 声音像是被风吹过来一般 我不知道 我点点头 没再说什么 二狗 我突然开口 叫他的小名 那时候我们最爱吃甜品 希望能做出最好吃的甜品 让每一个吃到的人都开心 多简单的愿望啊 陈汉生是被妈妈一个人拉扯大的 相似的人总爱相互取暖 我们努力靠近彼此 寒夜的雪会被温暖的阳光融化 柳如烟就是我生命中 最火热的那束光 小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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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转过头 看见柳如烟抱着一束粉玫瑰 在窗口叫我的名字 她很是急切 半个身子都探出了窗外 我远远地看着她想 这样就好 只这一眼 就好了 我们回去吧 陈汉生动手要推我走 我伸出手挡住她 坏笑着说 二狗 这是对你偷偷告诉柳如烟的惩罚 就要你一个人送我走 陈汉生的泪水涌了出来 我抬起手给她擦眼泪 二狗 你看 要说我最想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现在这个场景 我偷偷指着柳如烟说 她关心我 照顾我 甘有我 因为找不到我就急得满头大汗 从第一次遇到柳如烟开始 一直到今天 正好是我人生的一半 我向后靠着想让自己舒服一点 一半了 多漫长的岁月 好的 坏的 都是从她那里得来的 最真挚的情感 最恶毒的话语 最难以放下的感情 我闭了闭眼 声音哽咽地说 二狗 我们怎么就 栽在一个女人身上呢 最开始的梦想 最简单的愿望 最容易的快乐 怎么就都忘了呢 二狗 我伸出手去拉她的手腕 小声地说 二狗 我也希望我们生活在童话世界 要是遇到挫折 就会有人来拯救我们 但是不能啊 二狗 不能啊 我的眼泪落下来 砸在掌心 激起一片水花 二狗 谁能拯救我们 只有我们自己 才能拯救自己啊 二狗 我希望你幸福 你本来 本来就应该是 最值得幸福的呀 我们本来 应该得到幸福的 陈汉生的唇颤抖着 泪珠止不住地 砸在我的手上 她连声说着 小初 别走 小初 别走 我们都做惯了大人 已经很少说出这种话了 成长的路上最不该的 就是说着孩童话 但是生死之间 一切都可以被原谅 我看着她流眼泪 却没有力气帮她逝去 二狗 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 无论什么 我希望你做自己 真正想做的事 哪怕是依旧留在 李雪身边 守着一段 没结果的爱情也行 你要 快乐 替我快乐 小初 小初醒醒 有没有什么话 要对柳如烟说呀 陈汉生在我身边 乌咽着说 我的意识开始恍惚 灵魂好像被抽空 我只能僵硬地摇头 说什么呢 相爱的时候 说够了甜蜜的话语 不被爱的时候 说够了挽留的话语 心死的时候 嘴角对她笑 是晴天哪 是我最喜欢的 温暖的晴天 黄泉路上 也不会冷了 小初 有人声嘶力竭地跑向我 我抬眼去看 像是怀里抱着 粉玫瑰的柳如烟 她亮亮呛呛地 向我跑过来 像是用尽了 全部的力气 恍惚之间 我仿佛又看见了 那年春季 有穿着白蓝校服的少女 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手里捧着路边 匆忙剪刀的野花花束 她羞得红了脸 却还是直视着我说 小初 能不能做男朋友 我保证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我只是笑 笑着接过花对她说 好吧 那说好了 你可不准食言哦 柳如烟 你可不准食言呢 是你食言 那颗说好永不落下的泪 还是顺着眼窝低落下来 春回大地 我长眠不醒 柳如烟翻蓝 你不想见我 是不是 墓碑不讲话 照片上的人只是笑 我却有点怀念 她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 骂我的样子 哪怕 就只是拎着棍子 把家里砸得稀巴烂也好 可惜不能 是哭得可惨 她说她永远也不看 那最后两集电视剧了 她答应 要一起看的 孩子哭得凶 把眼睛都哭肿了 我摆弄着那一大树玫瑰花说 你给她的钱 她都捐出去了 你的眼光一贯比较好 小周护士是好孩子 她说她本来就是治病救人 这些钱要去更有意义 更需要帮助的人手里 除了爱我 你都认准了人 陈汉生跟李雪分了手 李雪婚也没结 就每天守在她买的那小家店铺面前 陈汉生也不见她 我给自己开了一瓶酒 小初我也怪自己 一开始只是新鲜 新鲜吗 怎么后来走着走着 就回不去了呢 小初我从来不想跟你离婚 你肯定不信 但我不想跟你离婚 我以为 以为你永远不会走 你一直在我身后 只要我回过头 你就在我身后的呀 怎么会走呢 是我贪心 小初我说什么你也不信 没关系 你不来见我我就去见你 我都忘了 我的愿望是跟你有个家 小初你走之后 我真的没有别人了 你肯定觉得我可笑 我也觉得自己可笑 怎么走到今天 才又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呢 你肯定以为 是陈汉生告诉我 你在哪里的对不对 不是 是我在找你 小初 是我在找你 我找了你很久 家里不在公司不在 我好慌啊 我找不到你 后来我找到你了 你却躺在医院里 我宁愿你是骗我 骂我 打我 也不想你是真的病了 我抹掉泪水 你估计又要骂我猫酷耗子假慈悲 我想了想说 咱们的房子 我又买回来了 那是拥有我们记忆的房子 怎么能卖给别人呢 那家学校后街的店 我盘下来了 那是你最喜欢的 以后就由我来做了 你肯定要骂我 没事 我做梦都想被你骂 猛地想起包里 还带着陈汉生做的糕点 我赶紧拿出来摆好 陈汉生一定要我把这个给你 我差点忘了 他说这是他做的第一份 讲好了要给你的 你尝尝 做的不好吃的话 就去他梦里骂他 小初 我好想你 也入我的梦 好不好 我捂着眼睛想 你肯定不愿意 好吧 那就我来找你 后继 陈汉生想了很久 还是将柳如烟的骨灰 葬在了纪博出身边 天气凉 早点回去吧 李雪站在他身边 打着散小声说 我以为柳如烟 会自己好好下去的 李雪眼眸暗了暗 记忆太重 他割舍不下 那为什么 一开始要那样做呢 李雪低下头 因为看不清 陈汉生拢了拢衣服 转身走了出去 我送你回店里 陈汉生指着 在树下站着的园影说 不用了 我妻子在等我呢 你早点回去 天气凉 记忆太重 谁又能割舍得下呢 都看不清 那就何该错过